來今天這個很多媒體 把這個都列為頭版的標題 那就是美國的衛生部長 跟日本的前首相同時來台灣 那麼當然這個對台灣都是好事 對中華民國絕對是好事 這個我們就不會去講什麼的 我們當然說這是好事 這個台美關係升級 可是當然我們要強調的是 我們可以看得到 美國的動作頻頻 這個外界都認為 跟川普總統的選情很有關係 他的選情目前來講是有點落後 所以他拼命的想要借著司機 或者實際上貿易方面 來要制裁中國大陸 從這裡面看是不是能夠引起 美國整個更大的一個反中情緒 在美國來講的話 現在其實全美國已經被有效的帶動起來 整個來說的話 基本上是反中的 因為這個新冠肺炎 他們認為是中國人害的 所以這股的反中情緒 就是川普總統 希望能夠把他化成他的一個選票 除此之外 其實我更要強調的是 我更要強調的是 這個東西 就是他們來很好 但是應該有實質的東西 而不是只有說叫台灣 一直買武器 當然增加我們的國王力量 不是只有這樣子 我覺得實質上的 來說的話 現在 既然蔡政府號稱 我們跟美國關係這麼好 應該這個時候 好好的 要跟他們要求 跟他們要求 要洽簽FTA 因為只有FTA 某種程度來講 也真正的實質的提升了 這個 我們和美國的 所謂的經貿關係 這個經貿關係 它不僅僅是經貿關係 它某種程度也是象徵的是 在凸顯是國家對國家 因為 而在這個同時 我們也爭取說 美國應該幫助台灣加入CPTPP 因為CPTPP是日本主導的 而現在 今年底要簽的RCEP 是中國大陸主導的 中國大陸主導的 當然 你要讓台灣加入 目前來講比較困難 讓中華民國加入 現在是比較困難的 可是CPTPP 美國如果要真正的幫忙 是一定相當有機會 可以讓台灣加入 以日本為主導的CPTPP 看到CPTPP這裡面 我們很清楚的看得到 這裡面的挑戰 最主要是什麼 最主要是 美豬 美國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美豬 它想要能夠進來台灣 台灣的話 特別是中南部啊 兩豬大戶 我們台灣號稱 原來最高的時候 有超過一千萬頭豬啊 那現在來講 大概也有幾百萬 六七百萬可能有 甚至更多 詳細的數字 當然需要再查一下 可是 我們都了解 這個有關於農民的權利啊 是絕對不可以隨便 隨便的 隨便的把它犧牲掉 我們來看 在美豬的這個議題上 當 民進黨政府 民進黨政府 你可以看到 這是什麼 陳樹林政府的時候 他主張說 向世貿組織 叫WTO啊 爭取 要採取 要採取 世貿組織的標準 就是最大的 殘留組織 是十個PPP 2013年 2013年 那時候 民進黨是在野的 他講什麼 他說 趕進口美豬 總統就要下台 他強調的是 這些瘦肉精 要零減出 2016年 他談到了 這個 這個 2016那時候的 曹啟宏 是 融合會的主委 後來的陳吉仲 都一樣 都提到的 TPP 現在來講是CPTPP 的開放 不是我能擋的 美豬是新內閣 要共同來承擔的 進口 售肉精的美豬 幾乎是台灣加入TPP的 頭七塊 不進口 就休想加入CPTPP 今年的一月份 這個 蔡英文總統特別提到了 說 美豬美牛 沒有時間表 好 我們可以看到 蔡政府 上台以後 把人民當作 攀爛了 你可以看 他騙很大 騙很大 各位還記得吧 那時候他們 霸占 立法院 整整大概五天之久 美牛的事情 霸占 那時候很清楚 國民黨是執政黨 那時候的反對黨 最大反對黨是民進黨 他們霸占五天 為了就是反對美牛 進來 他們要求的就是 林檢出 好 一月 今年的一月十三日 蔡英文得到八百多萬票的授權 結果他們就 一直在釋放消息 美豬 我們標準就是十個PPB 我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當政府的官員 什麼時候跟你講 說我們採取國際標準 那就不代表他要開放 因為國際標準 是可以到十個PPB 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 很負責任的強調的是 我們希望蔡英文總統 民進黨 維持一貫的態度 維持一貫的標準 不要再也把標準拉得這麼高 再吵的時候自己又掉下掉 這到底的雙標大 所以我們要求他兌現 他過去的政治承諾 那就是對於美豬 是瘦漏金 要零減出 就一點點都不可以有瘦漏金 而不是現在開口閉口講的 開口閉口講的 說要用國際標準四個PPB 這是到底的真的是欺騙人命啊 我們現在這個 我們大家都針大已經看 雖然美國這次來的衛生部長 對於我們跟美國關係 絕對是有提升 這一點我們不會去否定他 可是我們要的是更實質的一個利益 更實質的利益就是 跟台灣簽FDA 這個絕對對於台灣加入CPTPP有幫助 這才是人民要的 這才是真正的對台灣人民好 對台灣人民負責任